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親愛的主持人 大家好 2019年9月10號 明慧網發布新聞說 法輪功將向美國移民局提供在美惡人名單 這個新聞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此前明慧已發布收集 《嚴重迫害法輪功學院的惡人名單通告》 側重與性質惡人入境美國 現在需要收集已經進入美國的惡人名單 如果有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個人 已經或即將在美國長期居住 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 較長時間的探親放憂等 希望法輪功學院和各界民眾 向明慧網舉報 法輪功學院 會將名單遞交給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要求將其抓獲並驅逐出境 收集的名單包括曾在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 尤其是美國對法輪功學院施暴的惡人 那麼美國哪個相關部門會管這個事呢? 明慧網也說得非常明白了 2008年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成立了 人權迫害者及戰爭犯罪中心 這個中心 也就是這個機構 從2014年開始了 絕無藏匿之地的行動 這個行動就是針對那些已經確認的 人權迫害者和戰爭罪犯 要將他們依法逮捕起訴乃至遞接出境 這個行動已經進行了五次 現在需要法輪功學院和其他被迫害的團體 提供信訴了 2019年8月27號到28號 這個覺悟藏匿之地的行動當中呢 美國總共抓捕了39名涉嫌人權犯罪的刑疑人 其中就包括了4名中共寄生委的官員 這個寄生委的官員到底犯了什麼人權罪呢? 強制墮胎 這就是殺人 當然罪行不止這一條了 還有抄家等等各種人權犯罪 明慧網這種收集名單的行動啊 咱們就兩個字 支持 我們為什麼要說的這麼仔細呢 第一是告訴國內外的朋友們 舉報的地方就是明慧網一定要記住了 如果您知道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這個官員 要去美國或已經去了美國 請向明慧網舉報 請視頻編導 把這個明慧網的地址再留一下 第二呢 咱還是怕有人沒看到 沒聽到呢 到底是誰呢? 就是那些看我們微視頻 但是不去看明慧網的國安人員五毛們 你們一定要好好看 好好聽 那麼還有點時間呢 我們就說一下這個美國留學的另外一條新聞 8月底的時候呢 有9名在亞利桑那州大學 讀書的中國留學生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被美國移民局扣留並且侵犯了 最讓人納悶的是啊 中共媒體給出了好多理由來解釋這個侵犯啊 甚至提到了以前被侵犯的人 是因為出現這個學術造假等等原因 但是亞利桑那州大學的發言人否定了這種說法 他說啊 這次的拘留並非基於 學術不誠實的指控 那到底是什麼理由讓中共不敢猜測 不敢說出來呢?讓你們這麼害怕呢? 我們說一下另外一條新聞 亞利桑那《共和報》說啊 8月哈佛大學的一名巴勒斯坦新生入境的時候 在他的手機裡發現竟然有反美言論 這名新生因此被侵犯了 這個原因是黨媒不敢猜 也不敢說出口的原因 當然了 我們不知道這事的原因 我們這裡鈍促一下人民日報這些黨媒採訪一下 已經在國內的那9位留學生 同學們 說出你們的原因 讓其他人引以為戒 當然了 節目的最後啊 我們還是要為法輪功學員 爭取人權的行動 再點一個讚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忘記嗎 twい